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5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从林郑月娥宣布 对香港送中条例呢撤回之后 看各界的反应 那么各界反应很热闹啊 我们先看中共 中共呢 她呢对林郑月娥撤出为条例的这件事啊 中共呢 她的官媒都没有报道 只有几个小报稍微呢点了一下 那么在林郑月娥宣布整整一天 中央的这些大媒体大报纸 人民日报啊 央视啊 新华网啊 包括环球日报都没有报道 那么到了一天以后 新华网呢 她只是呢发了一个简述 这个简述呢 仅仅是重复了 林郑月娥讲的所谓四点意见 也就是呢 轻描淡写 那么中共的官媒没有大张旗鼓的报道呢 这个我觉得她肯定是有深意的 因为呢 她们试图要做出 整个这件事呢 是林郑月娥她自己有能力 作为港府有能力 独立的这个执掌香港的政局 中央政府呢 没有干涉 这是她们呢 想给外界塑造的这么一个形象 因为林郑月娥曾经抱怨过 我跟中共提出要撤回条例 北京不同意啊 所以没办法才有这个录音流出啊 因此呢 现在呢 中共呢 就装模作样 这是指中共这个高层和中共的官方 它没有反应 但是民间打开了锅 那小粉红的玻璃心碎了一地啊 大量的这些小粉红都在高叫着 怎么就撤回条例了呢 那警察的这个血白流了吗 那我们这个付出的代价就白付了吗 香港的这些港独他们这个暴乱分子 他们打砸香港警察 我们挺阿瑟的白挺了吗 那梁家辉那个影院为了梁家辉为了撑阿瑟 结果他那个梁家辉的片子 在这个上桌里一个电影院一场 只有几个人去看 损失那么大的票房 他就这白浪费了吗 所以说呢 小粉红呢 他这个玻璃心呢 就叫碎了一地 其中有小粉红专门把标语贴到 贴到公共场合的墙上 写出他们对香港也有五大要求 这五大要求 第一要求就是什么 立即在香港宣布紧急戒严法 第二个 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要开到香港 唐克什机关架要上 第三个什么 要把香港的所有警察 警察的家属 警察的夫人 警察的儿女 全部弄到大陆来 第四个就是要求警察们 香港警察们啊 让他们呢 退休以后都到大陆来享受大陆的衣保 第五个就是让香港警察们建设大湾区 到深圳 到大湾区来 这是小粉红们对香港警察提出的要求 马上落实的待遇 这小粉红画一脚把香港警察就吓死了 他们没有被林郑月娥吓死 没有被林郑月娥逼死 没有被香港的勇武派打死 没有被香港抗议的民众的怒吼 把他们震死 但是他们被大陆爱过小粉红 这个爱过热情给吓死了 你想想看把香港警察的老婆孩子都送到大陆来 送到大陆来干什么 送到大陆来这个老婆里面长得有点姿色的 给领导当了二年 如果长得不行的话 只好到东莞去站街去洗头房 他们的儿女送到大学里面都说 女同学马上就给黑人去做女学办 这不就是他们的结果吗 你把香港警察的枷锁儿女 弄到大陆来不就这个待遇吗 苏世上香港警察到大陆来享受你们的医保 你们的医保是什么 你们的医保是 你们的医保是95岁才免费 那香港警察活得到95岁吗 干了那么多坏事活得到95岁吗 那香港警察到大陆享受你们的医保 你们那个医保能给香港警察包销几块钱医疗费啊 还要建设大湾区 香港警察在香港没有把那把骨头扔在香港 到了你大陆建设大湾区 你准备把他们放到海里面喂鱼去啊 所以说大陆的小粉红 他们就发出了这种义愤甜鹰的愤慨 因为他们要砸烂林郑月娥的狗头 说林郑月娥已经向港独屈服 他们很生气 其实这些小粉红你们根本不知道 整个这个送中条例的撤回 这个里面的主要工程是胡锡进 胡锡进8月31号不是到香港去了吗 不是去实地采访香港 然后跟香港831的这个活动 胡锡进深入虎须的吗 胡锡进如果不去香港 胡锡进就不可能去上香港电视台 跟香港的才子陶杰两人对话 不跟陶杰对话 陶杰就不会问他 关于这个路透社的新闻 流露出林郑月娥讲 他曾经向中央提出要撤回修理 但是中央不同意的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陶杰不问这个说法 胡锡进就不会指责路透社肯定是谣言 路透社你说的是假话 那么胡锡进不一口咬定人家 路透社是谣言 路透社就没有必要放出林郑月娥的录音 不必要拿出林郑月娥录音的这个铁证来 路透社如果不拿出这个铁证的录音来 那么林郑月娥也就没有必要在第二天去召开什么记者招待会 要一再澄清她从来没有提出过辞职 从来就没有跟中央政府商量过辞职 如果林郑月娥没有这个记者招待会 没有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她有从来没有辞职的这种说法 和她流露出的录音相矛盾的这一点 林郑月娥就不必要为了证实她自己确确实实这个录音里面讲的话 是她自己的心里话她就不会再去宣布要撤回送中条例不就这么简单吗 所以说整个送中条例的这个被最终的撤回是胡锡进的功劳 小粉红们你们要算账就应该找胡锡进 现在林郑月娥的社会条例已经宣布了 尤其是到9月5号林郑月娥又再次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在这个会上她又详细的解说了她的四条方案 她这四条方案和她第一天里面解释的是一样 无非呢她就解释了她又增加了两个警监会的人员 一个叫余黎清平一个叫林定国 她对这两个人呢加入警监会她认为就是可以起到对警察监督的作用 其实余黎清平是林郑月娥的闺蜜 也是她竞选时候的主要合作伙伴 曾经在港府里面的教育署的官员 这个人完全是支持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安在警监会里面自己朋友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一个钉子 所以说没有任何公信力 至于林定国 林定国虽然担任过香港律师协会的主席 但是林定国的政治立场跟中共是一致的 尤其在香港曾经搞过的一地两检的这个问题上 香港的律师全部反对的 只有林定国他是支持的 因为这个一地两检曾经在香港有很大的争议 也就是中共大陆的这个高铁 它进入香港到了西九龙车站的时候 中共在香港的土地上 在香港的西九龙车站里面 划定了一块地方属于中共在这里进行安检 中共的大陆啊公安边检啊全部在这办公了 那也就是说你香港特区的这个土地 香港特区香港特区港人治港的这个土地 怎么允许中共到这个土地上面 你可以在这执法呢 你不是严重的违背了基本法吗 有很多人对这个不理解 觉得什么叫一地两检一地两检有什么不好 从一个地方安排两次检查不就是检化手续吗 中国这边促进香港那边入境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加快流通速度吗 这就是共产党的意愿 共产党就是告诉你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快速度 实际上什么 实际上是中共把他的边界 把他的公安 把他的警务系统全部伸到了香港的这个土地上 这就是对一国两制标准的破坏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如果说中共他跟美国提出 他说哎我们现在大量的华人啊 每年都上百万人到你美国去玩 到你纽约 你看我们能不能就是在你纽约 这个入口处这个点滑一块场地 有我们大陆 有我们中共派边检派安检 派我们的所有人在这执行任务 在这执行边检 然后完了以后呢 把这些人快点放到你美国 加快我们这个速度促进我们中美交流 美国人你看会不会同意你 中国你敢不敢到美国去 所有人一讲这个都是不可能的 那这不可能到美国去 但为什么到香港就可以去 因为什么香港在他们眼里面 根本就不是一国两制 香港就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地区 而是什么 而是中共可以随意占有随意蚕食的地方 这就是中共的逻辑嘛 所以这个一地两点 当时受到香港大部分的律师的反对 但是这个林定国他不反对 后来因为林定国不反对 所以说在改选中 香港大部分的律师就没有在投他的票 这样林定国呢 他就没有继续连任香港这个律师协会的主席 那么这次给林郑月娥又把他塞进了警监会 让他来帮助林郑月娥让他来监督警察 你觉得他监督的警察和共产党派过来的 纪检的官员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林郑月娥完全是做给香港人民看的 那么香港人民对林郑月娥的这个撤回条例 那么的接受呢 没有一个人接受 所有人都高喊到五大诉求缺义不可 你撤回条例指示一下 因此呢 就说没有香港任何一个民调 显示香港人民接受了林郑月娥 撤回条例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势头就压下去了 无论是合理非还是勇派 大家都不同意 所以小粉红很激动啊 这个怎么不同意 那么其他政府也做了让步 你们这个不能得策进士啊 就是谈判嘛 也是讨价还价 我们做出了让步 我们撤掉了嘛 你们也要撤掉啊 那人家香港的永武白和合理非也说过了 撤啊 五大诉求啊 我们现在撤掉一项啊 我们现在四大诉求啊 那个撤回条例是现在你不谈了 我们现在满足我们四大诉求可以吧 所以说可以把五大诉求下降为四大诉求 因为其中一项诉求大家不用谈了 就是撤回条例 条例反正已经撤回了嘛 这件事咱们就放在一边 把其他的四大诉求把它满足 这就是香港人民现在提出的要求 缺一不可 你就按照这样去做 因为林郑这个人是绝对不能相信的 这一次林郑为什么要急急忙忙 在这个时候出台所谓撤回条例 那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主要就是国庆节 毕竟了 中共要搞它的七十周年大庆 中共已经混到了古稀之年了 但是中共一定要搞这个大庆 把北京城搞得个乌烟瘴气 整整这个九月份 北京城要搞四次彩排和演习 大量的这些居民都受到影响 有的时候就直接是宵禁 根本人都不准出去 让他们去彩排 所以北京为了它这个大庆 它不惜一切代价要求香港 要停息香港现在对中共的这个抗议活动 那么林郑她认为撤回条例 是不是就可以停下来了 林郑她完全是做梦 香港民众说得很清楚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即使是你现在撤回条例 也绝对不可能 也绝对不可能 香港人民就相信你这个缓兵之计 林郑月娥现在用这个策略 是想稳定其事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她可以静观其变 引蛇出动 可以这样讲 中共它所有的账簿 它都是一种积蓄力量 然后呢准备屠杀 中共它从来没有不算账簿 它一律是秋后算账的 所以呢你不要 所以你不要相信中共的这些鬼话 什么现在答应你这个我们撤回的条件 我告诉你 晚了迟了 连香港的建制派 清北京的议员都讲 太晚了 太迟了 改的太少了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用 清北京的 清北京的议员都这样讲 那些反对北京的议员更是怎么样讲呢 所以在林郑月娥的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想起历史上的故事 历史上曾经法国大革命者 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 他也就是奴隶们起义跟他造反的时候 跟他需要挨的时候 他不给 那么等到奴隶们忍不住了 奴隶们就把自己的这个要求提高了 再升级了 到了要毙了 那么到了要毙的时候 这个路易十六就感觉到 呦这个奴隶们现在造反越来厉害 他们胃口越来越大 要求越来越高 他就跟大臣讲 哎呀他们现在升级了要毙了 那你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就能满足给他们哎呀 但是大臣告诉大家 陛下太晚了 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要B了 他们现在要C了 那国王就跟这样C是吗 他说C就是cut就是cut 最终路易十六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这个断头台都是他亲自设计的 也就是说独裁者 他在人民对他提出最合理的要求的时候 他是不给的 当人民这个诉求上升了以后 他感觉到没办法了 他想跟人民来讨价还价了 或者他拿出一个人民根本不需要的诉求来给人民找 而人民这时候给他留下来的就是断头台 习近平林郑月娥都是这样 他们一定会被人民送上断头台 林郑月娥他现在策回条例 他是一个精心部署的计划 我前几天的节目里面已经讲过 为什么会出现路透社一开始有录音外泄 而这个录音外泄多半就是林郑月娥安排人故意外泄的 他通过这个外泄录音实际上是给北京一种压力 也是向香港民众表达他愿意收回 只是北京不同意 所以他外泄这个录音之后 他就看北京什么态度 那么现在北京表态就是说支持林郑月娥 支持林郑月娥测回条例的想法 也支持特区政府的工作 而林郑月娥一边向路透社泄露到他自己的私人录音 表达他真实的想法的情况下 给北京施加压力情况下 一边他有去装跑到这个记者招待会就讲绝对没有 我绝对没有 我绝对没有辞职的想法 我绝对从来没有跟北京讨论过我个人要辞职 他有强硬的表态他不是辞职 他对他的录音内容他是不敢否认的 但是他对录音的内容和他自己在当众的表态里面 做了相反的这个表述 因为录音内容大家都听到了吧 他都如果有选择第一时间就辞职吧 但是他在公开场合讲他绝不辞职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现在在北京对他表态就是不反对的情况下 他开始拿出什么就撤回条例了 林郑月娥故意泄露他这个内部讲话的这个录音 他强调他什么强调他这个特首他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因为在中央政府和香港人民这两个主人面前 他很难做很难做 他讲的这番言论的这个情景 就让大家回忆起八九年 当时赵紫阳接待苏联的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时候 跟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当时赵紫阳跟戈尔巴乔夫谈话里面的核心也是讲 我们党的大事小事要邓小平做主 那林郑月娥泄露的这个诺音也是讲 这个事要北京做主要中央政府做主 我林郑月娥没办法 我的权力非常有限 上升到国家主权层面 香港特首根本没有权力决定 而且我是想撤回啊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就可以辞职啊 但是我都做不到这说明什么我的权力被北京控制 林郑月娥可以通过私人泄露露营的方法给北京施加压力 但是他也要但是他也必须要承担一个后果 就是北京最后会卸我上去 北京一定会秋后算账的 当年邓小平对赵紫阳就算了账 所以林郑月娥的未来习近平一定对他秋后算账 因此上断头台的因此上断头台的是林郑月娥第一个 那么习近平不一定能上到断头台了 习近平可能断头台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习近平他的眼睛一睁可能已经站在眉山的老外脖子树下了 那时候像齐奥塞斯谷一样乱枪起色 习近平可能和彭丽媛就跟齐奥塞斯谷和他老婆 埃里拉齐奥塞斯谷一样倒在血泊之中 倒在人民的正义的惩罚之中 这是他们未来的结局这是肯定的只是林郑月娥先死 习近平他一定是拿一个垫背的嘛 先把林郑月娥处置掉了吧 要死大家一块儿死嘛 我们说完了香港政府建制派民主派这些议员们的反应 我们也说完了香港的反对民众主要抗议者 他们对林郑月娥他撤回条例的反应 那我们再看一看海外的这些民主派 海外的从中国大陆流亡出来的民主派里面 他们是什么反应呢 我可以讲每次对中共发起强烈攻击 每次造成一些中央政府中共政府 他感觉到为难的大型的抗议活动的时候 海外民议里面总有一些人会站出来就说建好就收 会站出来说不要把林郑月娥逼得太急 林郑月娥已经撤回条例了 大家就建好就收不要把他过分 因为什么双铺拳他没有权力 不要把他逼到让北京出兵学习香港的这个地步 这些人总认为啊中共出现的所有的学习政策 中共所有对人民的镇压都是抗议者逼的 这个怎么会香港民众他们的抗议 北京如果出兵就是抗议者逼的呢 就是抗议者争取双普选权利导致北京然后镇压的呢 那么人民就不应该要双普选的权利吗 进行撤回一个条例就算了嘛 这个条例今天撤回不撤回 对香港的民主运动究竟有多大用处呢 如果香港不能落实最终的双普选 香港人不能做到自己真正的选择 自己的信任的民选的长官来担任香港的特首 信任的民选的香港的立委来担任香港的立法会会员 而是由北京来操纵由北京来控制 那香港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什么保证呢 就是撤回一个条例这件事就那么简单嘛 香港民众一开始走上街头是因为有这么个送中条例 但是这是长期香港民众所羁押的他们的民主法治被破坏 香港民众没有获得港人治港的民主权利所导致的 所以今天争取双普选的权利是香港人民对北京要求的唯一的民主诉求 绝对不存在就是逼你因为有了这个诉求 你中共就来镇压了你中共就学习了 学习了就是人民把你逼出来的 所有中共镇压都是中共它这个野蛮的行为 中共这个反决认的行为 是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党他们骨子里面带来对人民漏视的行为 而绝不是什么民众把他逼出来的行为 所以海外的这些言论都是站在人民民主的对立面的 都是帮助共产党的洗地 都是帮助共产党在威胁和恐吓人民 那种什么在福建前线调集了五十万大军 马上就要攻打台湾通过台湾去消灭香港 这些都是帮助共产党在恐吓台湾人民 恐吓香港人民 这些言论才真正是人民民主的敌人 是香港争取民主的敌人 是共产党的帮凶 那么我们再看美国政界是什么反应 美国中议院议长兰西·普洛西在看到了林郑月娥撤回这个条例以后 他马上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在这个声明中 他热情的支持了香港人民的抗议活动 并且要求美国国会在议会复会以后 马上就要立即进行投标 通过香港的民主法案 来有效的保护香港人民争取自己自由权利 同时也是对中共和香港当局的官员进行制裁 所以说佩洛西的这个声明是有力的 是有力的鼓舞了香港人民 对佩洛西的这个声明 外交部的耿爽又做不住了 严正指责美国的政治家不准对中国指手画脚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香港是中国的内政 你们不准干预 耿爽呢 他又借题发规呢 去抨击人家美国人 耿爽的讲话和国务院港澳办的讲话 是一脉相承的 国务院港澳办的一个发言人叫徐路易 他在林郑月娥宣布撤回条例的前一天 港澳办的那个讲话中 他就明确说过 中共是有权力在香港实行戒严的 即使是军队派到香港 也不是要破坏一国两制 因为人大有权力的 单方面就可以宣布在香港实行驻军的戒严法 并且徐路易的讲话是露出了中共对香港蠶食香港自由 压制香港民主和法治的最典型的这种邪恶的那头 比方说他规定香港市民说 如果你们现在上街进行集会游行抗议 是不允许戴口罩不允许蒙面的 哪一条法律规定不允许蒙面 哪一条法律禁止人民不可以戴口罩 但是徐路易不允许 这也就是国务院港澳办 他们就直接来剥夺香港人民戴口罩和戴面罩的自由 第二个他要求严厉惩罚香港所有支持学生上街的所有教师 也就是他对教师进行了威胁 第三个他们就要求在香港所有学校里面 要进他们那个什么爱国主力教育 要开始学习习近平选籍 这就是中共的统治者 他们企图把中国大陆的这个里面 所有对广大年轻学生洗脑的东西 把他散布到香港去 这已经很明显了 无论是港澳办还是外交部 他们所坚持的立场都是什么 都是想方设法给香港人民洗脑 剥夺香港人民政治权利的 而美国的反应已经很明确 Nancy作为众议院议长 他代表美国国会已经表达了他支持香港人民的态度 川普总统呢 川普总统在昨天也有个最新讲话 川普总统的讲话是针对中国从贸易开始谈起的 但是川普始终是强调解决中美贸易问题 优先解决香港问题 香港必须是和平人道的解决 川普在昨天这个讲话里面他说的很清楚 川普就说在我当选的那一年 如果那次不是我当选是我的对手 就是希拉里胜出的话 他最多就是两年中国可能就超过美国了 他说是因为我胜出以后我遏制了中共 所以就没有允许中共可以超过美国 如果说我退任我们这个阵营的人始终在执掌了白宫的话 那么也就是中共你是不要想胜出的 因为我们已经严正的认识到 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尤其是华为川普说的很清楚 华为的问题不要谈 华为已经上升到美国国家安全 上升到美国国防 所以说对华为是不可能有任何解禁的 不可能跟华为做任何生意 华为绝对在美国的进士当中 所以川普他是通过第一打击中国的华为 第二个要求中国跟美国在贸易谈判里面 优先解决香港问题 把香港问题跟中美贸易挂钩 这是川普他的态度 川普自从对中国加税以来 美国朝野呢对他攻击很多 尤其是左派的媒体呢对他攻击很多 包括一些造谣和抹灰 但是美国最权威的民调机构 叫哈佛哈里斯 他有一个民调显示的很清楚 也就是大部分美国人就经过他民调 百分之六十七的美国人都认为 川普总统现在在贸易战方面 对中国的这种强硬是得到美国民众的支持的 在这个调查中有百分之六十三的登记选民 他们认为贸易战最终伤害呢 美国受的伤害甚至大于中国 这是有百分之六十三的登记选民 他们这样想法的 他们认为贸易战美国实际上受损更大 美国呢美国的损失呢比中国大的 还有百分之七十四的人认为呢 最终川普加的那么多关税啊 很多都是由美国消费者承担的 这个也是属于大量的美国人都认为 整个贸易战美国受的伤害更大 关税呢美国承担的也更多 这是美国这些受谎者他们的一个回答 但是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同意 对中国采取严厉的政策 也就是美国选民他宁愿选择自己受损 宁愿选择在贸易战里面他们承担更多的税 但是他们仍然支持川普总统对中国强硬 对中国进行大击 这个对川普鼓舞很大 所以川普他就坚定不移对中国执行强硬的政策 那中共跟川普就在打太极拳啊 中共就是这个方法吧 中共就是拖啊 中共就是无论你川普加多少税 他们采用的都是余会战术 跟你慢慢谈判 拖延谈判你时间 一边呢答应你一些呢 购买的要求 适当的给你买点农产品 一边进行票上手术式的打击 也就是说边谈边玩 能拖就拖 中共的原则就是要把 跟美国的这个贸易战略拖到川普的2020年大选 尽管川普警告中共你不要拖 你们的拖延战员我都看得出来 你们想拖到2020年大选这个时间太长 还有十六个月你拖不过去 而且你拖到大选我连任以后 我对你中国就绝对不是这个态度 但中共他就不是这样讲的 中共认为很有可能在大选中把川普搞下去 他们不见得下一任大选的结果 他们是绝对不会对美国做出任何他们谈判里面实质性的这个承诺的 所以说他们就边打边拖 因为什么习近平是终身制啊 一个终身制的人他哪在乎一个民选国家的总统 你有任期的跟你拖呢 终身制的永远就是他有的是时间 所以他有的时间跟你玩啊 习近平9月3号到中央党校开学以后 就去强调斗争啊 他谈了五个凡事 谈了58次要搞斗争 习近平他除了搞斗争会什么 习近平就用恐惧在党内造成人人自危人人恐惧 人人给你们反腐 然后呢让你们每一个党员干部要送去他要跟他斗 你们凡是不跟他斗的人 他就派人跟你斗最终就把你斗掉了 然后在党内那些官员里面呢 他满意的就拉着你跟他去斗他的敌人 他不满意他把你斗到底 还有一些他想斗的 但一时半会儿呢下不了手的呢 他就给你穿小鞋 你看国务院一个副总理叫胡春华 胡春华自从习近平就任以来 他给胡春华安排的任务都是什么 都是没有人能干得了的那种专门穿小鞋的任务 他一开始叫胡春华叫他去解决农民工工资 后来中国这个贸易战打响以后 就业大幅的滑坡 他叫胡春华去解决就业 等到胡春华那个就业问题还没搞好呢 他又叫胡春华去扶贫 中国那么多贫困家庭 胡春华没有钱拿什么扶贫 钱都给习近平送到海外送到非洲去了 这边扶贫没搞完呢 他现在跟胡春华就跟他讲 你现在给我去抓猪肉现在老百姓没肉吃 肉没肉吃都是因为你们引进了俄罗斯的温猪 是因为你们不买加拿大的猪肉 不买美国的猪肉当然没肉吃了 在乔西湖南围五米之翠的时候 他跟胡春华讲你过去解决猪肉去 胡春华他们自己变成猪 然后给你们宰着吃吧 有什么别的办法 但是胡春华在习近平眼里面 他就只能干这个穿小鞋的活 所以说胡春华现在就去抓猪肉了 这就是习近平给他安排的活 这就是习近平的斗争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谈了五个凡事 谈了58次斗争 他要占天斗地跟天斗跟地斗 他什么都要斗他就什么 他虽然学着毛泽东的跟着毛泽东 那个斗的那个一腔的热情 但是他没有毛泽东斗的本钱啊 他没有毛泽东那个智慧啊 习近平那个梁家河毕业的拿什么斗啊 可以讲中共对美贸易战也好 在香港问题上也好 中共可以讲在大外宣上面来讲 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他所有的这个宣传在海外来讲 至少海外华人还有香港民众 对中共的大外宣是完全不相信的 但是有一个领域中共很成功 什么领域就是微信 就是微信啊 他现在像血管一样 布向全世界的这种微信的这种通信网络 在布满世界内部的所有华人的微信里面 他行尸的都是中共国内的法 专门遏制民主 专门去诋毁人家香港的罪 香港的抗议者的民主运动 所以说美国人呢 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愚蠢的 美国如果不能够在短期中断掉中共的微信 美国人可以讲 你根本就不是中共的对手 尤其是川普你的大选 你一定是受到中共微信的影响 上一次川普的大选就是什么 微信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当时中共看不上我川普了 中共认为川普肯定当选不了 没把川普当作一个很强的对手来看 他们只是认为只要我们支持希拉里 希拉里一定当选的 他没想到川普那么强硬 所以川普这次要阻止川普连任 中共一定发起海外所有的微信战略 也就是中共通过微信去灌输海外所有的华人 去散布所有对川普不利的言论 最终是华人最终海外华人 是在微信的集结下来攻击川普 所以川普和美国如果认识不到 微信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危害 不能把微信上升得跟华为一样 对美国的侵害的话 那么川普他2020年如果落选 他一定落选在中共的微信上 这就是美国他从来没有限制 中共的所有的这些大外宣 包括中共的央视啊新华网啊 包括小阿里巴巴包括腾讯的这个微信 在海外密布的所有华人的这个手里面 他们已经支撑了一张大网 这个网络里面所宣传的所有东西 在执行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这种这种影响是无形的 哪怕共产党不用在微信里面下一个命令 说你们给我去抵制川普 但是在微信里面 共产党里面所传达的都是什么怎么爱国 怎么要保护国家 怎么要在中美贸易战战胜美国 怎么要要砍掉川普 所以最终中共就是通过微信 对美国产生影响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作用 因此美国如果败给中国 如果美国在中美贸易战失败 如果川普在连任中失败 就是微信要了川普的命 川普认识不到 那美国就肯定会输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